女人正温柔地哄自己孩子睡觉 不曾想下一秒 一阵警报声就突然传来 女人还没做出反应 从旁边就赫然走出两个长相奇特的外星人 只见他们直接一把抢走孩子后 便将母亲带离了现场 而原本存在的房间 实际却是外星人特意搭建起来的样本房 女人见状立马请求 希望外星人不要消除她的记忆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外星人直接就将其送回了地球 等次日一早她从房间醒来后 二翠早已不记得了昨晚之时 更加忘记了自己早已身为人物 虽然一切就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可在女人的潜意识当中却从未遗忘 只是因为丈夫杯子上的一个图案 女人的脑中便会不断删除一些记忆品 起初的她并未过多在意 只以为这是自己迫切想怀孕产生的幻觉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情况不仅没见好准 当天夜里二翠还竟梦到了婴儿的皮肤水 这种种的离奇事件 不由让女人感到十分的诡异 次日一早二翠将此事连忙告知给了丈夫 男人却认为这只是女人工作压力太大所长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就再次传来 二翠瞬间察觉到 这一切并不是自己的幻觉 因为那刺耳的啼哭声 是真真切切存在于世间的 只见他随即顺着声音的方位 便来到了一扇房门跟前 虽然眼前确实出现了婴儿 但由于其有着生物 为了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强哥只好先将妻子带离了此地 然而就在当天夜里 突然醒来的二翠却惊讶地发现 窗外竟赫然站着一只人脸猫头鹰 并且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女人瞬间想到 自己的侄子此前有提及 猫头鹰其实是外星人在地球的眼线 此后再经过详细的查阅 二翠发现这个传言竟由来已久 并且针对于有类似经历的人 还有着线下的聚会社群 为了探明真相 二翠随即便加入了进去 而在这里 所有人都在讲述着 自己被外星人绑架的经历 并且作为外星人的找寻标记 他们还会在人体内留下一些课证 听到这里 二翠突然想到 昨晚在洗澡的时候 他就发现自己驳梗出 就有着男人所说的标志 为了不让外星人再次掳走自己 女人便在睡前用手铐 将自己与床绑在了一起 等操作完毕后才得以安心 而等他次日一早再度醒来 发现手铐并没有任何问题 可当他去拿钥匙之时 不曾想又有一把钥匙赫然出现 女人见状后被瞬间发凉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偿患 二翠鱼是在当天夜晚入睡之前 又将一只马克笔放在了包中 如果自己被外星人再次掳走 即便是手铐被解 但身上的马克笔必然会意外跌落 如此一来便能确定 自己是否遭遇了不测 可没曾想就在次日一早 醒来的二翠却发现手铐早已解开 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 真相却就这样直接浮出了水面